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时正值西方国家他们经济状况不太好一段时间 因为后来不久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在这个时代背景下 当时有一个在报社新闻领域工作的一个女性叫做Maggie 对 她就因为在新闻领域 所以她对政治经济这方面她就比较敏感 她就希望自己通过一款游戏 然后去向公众去传达自己的政治哲学 对 她就认为土地垄断 她就特别不好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增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有一小部分富人 对 她们在早期的时候 相对低的价格去买了很多的土地 然后这些土地她们就用去开发 去开采挖矿 或者是去兴建很多的这些商业设施 然后就继续的迅速的去积累这些财富 然后她们就更有钱了 更有钱之后就去买更多的土地 然后慢慢的时间过去之后 她们就形成了土地垄断 大家回想一下大家在大富翁游戏当中 其实我们在桌面上就是 在一遍一遍的去重复这么一个过程 因为到最后总是有一个玩家 他把大家的钱都吞并了 都是他自己的 长知识了 长知识了 是吗 对 大富翁这个游戏的话 它非常受欢迎 猪肉怪尝试着去给大家总结一下 为什么它这么受欢迎 猪肉怪总结了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就是这个游戏 它的规则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非常轻松休闲的一个 制骰子拼运气的一个游戏 是的 所以很多朋友都愿意去试试它 的确 第二点原因就是这个游戏 它的紧张感跟刺激感 是随着游戏的推进 在缓慢的上升的 因为我们在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没什么土地 我们去踩别人地没什么感觉 但是我们都知道到后面 大家都有建计酒店之后 那一个骰子制下去 对吧 会发生什么事情 很期待这个 第三点原因就是 从头至尾 这个游戏它的气氛都非常好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那基于以上三点原因 猪游戏和小陆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三个游戏 它不仅包含了刚刚这几个特征了 同时它这个节奏 要比大富翁要更快 它一局时间的话 大概在30到45分钟 其实更接近 大家现在的生活节奏吧 是的 那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赶紧开始喽 登登 好 今天第一个游戏叫做 《露搜大赛》 那这个游戏和《大富翁》很像 因为它也是一个跑圈的游戏 只不过在《大富翁》里面是我们扔骰子 然后玩家自己跑圈 这个游戏里面是骆驼在跑圈 然后玩家是在看台上的观众 然后我们可以给骆驼大喊助威 给他们下注 哦 是不是有一点好奇呢 大家一定没有看过骆驼跑圈 对吧 我们现在赶紧看一看吧 我们先来展示一下游戏的版图 因为每次我们在展开它的时候 都会迎来一阵尖叫声 大家看仔细了 怎么样 这是一个3D的版图 是不是很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呢 好 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游戏设置好之后的样子了 那这个金字塔其实是骰子塔 我们看一下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骰子 那这边呢 就是等会儿要跑圈的骆驼 其中这五种颜色是正常骆驼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两个骆驼是在另外两只骆驼的背上的 那后边呢 是黑白两色 它们是发疯的骆驼 它们一会儿会反着跑 它再跑到一侧呢 这边是玩家用来给骆驼下注的板块 它们分别对应正常骆驼的颜色 游戏当中呢 玩家可以用这边的骰子塔 去制骰子 让骆驼跑起来 那这个骰子塔里面呢 每个骆驼都有一个对应的骰子 我们来看一下 我制出来个绿色衣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绿色的骆驼呢 就会驮着背上的红色骆驼一起 向前前进一格 那除了扔骰子让骆驼前进之外呢 每个玩家还可以为骆驼下注 我们在游戏开始前会收到五张骆驼卡 它们对应五个正常的骆驼 那比方说猪游怪觉得红色骆驼会率先撞线的话呢 我可以把这张红色骆驼卡正面朝下 放在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看到 越先下注的玩家呢 它的潜在收益是越高的 那另一方面呢 这一边是同样的道理 玩家可以为最后一名的骆驼呢下注 玩家也可以选择有短期下注 也就是拿走这边的下注板块 比方说我觉得这一轮呢 红色骆驼会最终领先 那我就可以拿走对应它颜色最顶上的这个下注板块 如果猜对了 我就可以得到五块钱 如果我猜错了的话呢 我要被扣掉一块钱 那同样的 与之前的长期下注是一样的 我们先下注的人得到的收益越多 那什么时候是一轮游戏结束 什么时候又是整局游戏结束呢 当我们制出五个骰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轮就会结束了 那个时候我们会去结算所有的短期赌注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骰子放回到骰子塔 新的一轮就开始了 那当有一个骆驼 我们比如说是一个绿色骆驼 它绕了一圈最终撞线了 这个时候呢 游戏就会立刻结束了 那个时候我们谁的钱最多 谁就是最终的胜利玩家 那这个游戏我们频道之前更新过 它的评测跟规则视频 大家可以去那个视频里面 去了解所有的细节规则 那这个游戏它最大的特点在于说 惊喜会来的非常的突然 因为我们无法预测这个头子 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哪个骆驼到底会最先撞线 有可能你前面的赌注看起来非常的顺利 你的骆驼一直摇摇领先 但是呢这个结局随时是有可能反转的 对吧 所以玩家全程的都会非常有参与感 我们来看一个小片段 好的 欢迎收看骆驼大赛实况转播 我们现在看到蓝色骆驼一马当先 将其他骆驼都远远甩在身后 第二名的红色骆驼落后它两个身位 在后面的绿色骆驼 紫色骆驼是拍马也不能急呀 更残酷的是 本轮红色头子已经投出 红色骆驼已经没有力气再次追赶 那桌游怪选手胜券在握 因为它已经在蓝色骆驼身上下注了三张 一旦蓝色骆驼最终领先 桌游怪将会获得十元 再来看小鹿选手 很显然它忧心忡忡啊 果然它下注的是红色骆驼 按现在的结果 它不仅没有收益还得倒赔森源啊 诶 让我们再转回赛场内 最后一枚头子即将投出 它的结果将决定本轮的冠军骆驼 啊 黑色骆驼 黑色骆驼发疯了 它反向狂奔起来将蓝色骆驼一并向后驼锯 蓝色骆驼毫无挣扎之力 失去了它第一名的宝座 最终胜利的是红色骆驼 不可思议 红色骆驼居然反超比赛 那么小鹿选手将获得十元 桌游怪选手倒赔三元 好的 欢迎收看本次转播 让我们下回不见不散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游戏的快乐呢 那桌游怪会比较推荐说 这个游戏至少是五个人的时候 因为人少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热闹吧 那这个游戏它是一个轻松休闲的 气氛非常热烈的一个好游戏 我们每次把它带到人多的聚会上的时候 都是非常非常成功的 那桌游大赛推荐给大家 好 今天要介绍的第二个游戏呢 叫做印加宝藏 游戏当中玩家们会一起作为探险家 到各个遗迹当中去寻找宝藏 那虽然说我们是一起去的 但其实每个玩家都是各怀鬼胎的 这些宝物我们不是共享的 我们是要独吞的 好吧 那这个游戏它支持三到八名玩家 它是一个规则简单 气氛很快的一个聚会欢乐小游戏 嗯 乍一看呢 这个游戏可能和大富翁的关系不是很大 但是呢 大富翁本质上是一个投资的游戏 而这个游戏 据我们多位在投资界摸爬滚打的朋友们表示呢 它也很有投资的感觉 有那么一点点 但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独狗游戏 大家很轻易的就可以找到其中的快乐 我们来看看游戏的玩法吧 游戏设置完毕之后呢 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游戏当中玩家们会一起去 在五个不同的遗季当中进行探索 我们会从一号遗季开始 一直到五号结束 那结束之后呢 我们会去统计一下每个玩家 它的财富总值 黄金每个价值十 黑钥匙每个价值五 绿松石每个价值一 那这边呢 是探险卡 我们在每一段旅途当中呢 都会用到它们 游戏现在就可以开始了 那接下来呢 猪妖怪跟小鹿给大家去模拟一个四人局 这游戏节奏非常的快 我们编完被给大家展示 好的 游戏正式开始了 玩家们会从一号遗季开始进行探索 我们一并翻出来一张探险卡 这是一张价值为十一的宝石卡 我们把价值为十一的资源放到它上面 那这个时候呢 玩家们会一起决定要不要离开 那我们每个人呢 会把自己的小人抓到自己的掌心 好吧 我们三二一一起决定 三 二 一 那黄色玩家他松开了手 这样的话黄色玩家就结束了他的旅程 他会独自拿走这里的所有资源 那黄色小人呢 他会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回家 把宝物藏到帐篷里面 我们剩下的三名探险家呢 会继续前进 我们要翻出一张新的探险卡 这是一张红色的大蜘蛛牌 那红色的牌呢 预示着我们遇到了危险 预示当中呢 像蜘蛛这样的红色牌呢 还有另外四种 它们分别是魔象 蛇 火灾 以及落石 那玩家在预示当中 首次遇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呢 都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一旦我们遇到了 同种的危险的红色牌两次之后 比方说我们稍后又遇到一次大蜘蛛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有很不好的事情发生 那仍然留在遗迹当中的玩家呢 他们必须要放弃掉 遗迹当中的所有的宝藏 他们必须落荒而逃 回到自己的帐篷里面 我们刚刚翻出这张红色卡呢 我们先来决定一下 有没有人要离开 我们抓起各自的小人 321 现在没有人离开 因为毕竟现在没有宝物嘛 对吧 然后我们继续抓起一张新的探险牌 这是一张价值为13的宝石 我们拿两个黑色和三个绿色 好的 我们现在呢 再一起决定一下 要不要离开 321 好 蓝色绿色呢 两个人都受不了了 他们要离开了 他们两个人呢 都分别会带着6块钱离开 这一个无法被平分的宝石呢 他会留在遗迹里面 遗迹现在只剩下红色小人自己了 他会继续前进 我们给他翻出张新的探险卡 这是一张数字7 放在这里 有8点了 8点了 怎么说 要 我想再搏一搏 再搏一搏是吧 那你就留下了 我们就不让你治了 那继续 一张数字2 还可以继续 我觉得还是挺稳的 肯定要继续啊 这把 对吧 翻了啊给你 好 这个红色的蛇 但不是蜘蛛 所以没关系 但是再遇到蛇也不行了呀 继续冲吧 好吧 继续冲吧 我们把蛇搁在这 行吧 好吧 我们再给你抓一张 你要超过那个11 哎呀完了 这下 都是你 你叫我再继续拼一拼 两个蜘蛛的话 那你就炸了 那我可以拿10块钱的 对 那你的红色小人就回家了 我的两个小人加起来是12分 你的一个黄色是11分 可以可以可以 那这样的话 游戏就会继续进行下去 直到呢 我们五个都探索完之后就结束了 游戏当中呢 还有这些黄色的宝物牌 那它的运作原理呢 其实和我们的蓝色的宝石牌 其实差不太多了 有些细微的小差别 那猪猪怪呢 就在这儿不给大家去 过多的去讲了 那这个游戏 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它其实可以体现 不同玩家的一个性格 那比如说像猪猪怪 就是属于这种风险厌恶性的 我一般看到 就是差不多了 我就 见好就收了 我就溜了 是吗 是的呀 那有的玩家呢 就是他会比较猛一点 因为这毕竟是个游戏嘛 就是你真的输了 其实也没关系 好赌 对 所以像刚才那个红色小人 如果他继续前进的话 他运气如果好的话 后面翻出来的 所有的宝石卡都归他 他可能一把 可能就20多30多分就拿走了 是的 那印加宝藏这个游戏 它是一个深受玩家喜爱的 一个小毛线游戏 那这游戏它小小盒嘛 所以说大家其实可以 外出旅行的时候带着它 然后和朋友一起感受到 一些的快乐 那印加宝藏推荐大家 好 今天介绍的最后一个游戏 叫做战国时代 这是一个支持 2到6名玩家的小小盒游戏 游戏当中呢 玩家会作为日本的大名 去攻打各个城池 那为什么说他和大富翁像呢 大富翁的话 因为最吸引我们的是 他这个扔骰子的环节嘛 就是他直接决定到 我们是去建房买地 还是说要去给别人交房租 所以这个扔骰子呢 时时刻刻都要牵动着玩家的心了 那在这个游戏当中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 这个游戏的话 你扔骰子 它是决定着你 到底能不能成功的 攻打下某一个城池 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扔 还是你的对手扔 你都非常期待看到那个结果 那这个游戏它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游戏的玩法 游戏的部件非常简单 这边有七个骰子 还有很多的城池卡 城池卡的左下角 是他们的分数 侧边呢 是攻打下他们所需要的条件 游戏的结构也非常简单 每次轮到我们行动的时候 我们就是用到七个骰子 去攻打某一片城池 那比方说猪油怪呢 选择中间的这个紫色城池 进行攻打 我们来展示一下 猪油怪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 我们来直接开始扔骰子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在攻打城池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行一行的 去满足这些条件 那现在猪油怪呢 可以填上的是第一行的脸 和第三行的刀 那猪油怪个人感觉 刀呢会比较难去取得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骰子 放在对应的位置 那我们每一次呢 只能填最多一行 那现在我们重新扔这所有的骰子 那这一次的话 我们可以刚好填上第一行的脸 我们放在这里 那我们现在就只差第二行的弓箭和码 需要去满足了 我们再扔骰子 我们这一次呢 不够幸运没有扔出来 所以呢 我们需要弃掉一个骰子 作为惩罚 然后我们再一次 我们这一次还是没有满足 我们再来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竟然成功了 我们一次就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紫色的城市打了下来 那左上角这个呢 暂时大家先不要管 我们现在就成功的 把这些城市打下来了 那我们把骰子移掉 这张卡呢 就会搁到我们面前 那刚刚猪油怪呢 还是比较幸运的 一次尝试呢 就把这个三分的紫色城市拿下来了 那现在轮到了小路操作 那我可以选择攻打 刚刚剩下的那些城市 我也可以选择攻打你的城市 那别问了 肯定打我的呗 对吧 来吧 刚刚呢 我们没有说左上角这张脸呢 它呢 其实是我们作为 守城方时候的一个优势了 那小路现在要攻打我们的城市嘛 那它除了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外呢 它还满足第四个 这个多一张脸的一个条件 那现在请开始你的表演 来吧 我满足第二个了 最难的满足了 我有了呀 这个肯定是我的了呀 完了呀 完了呀 脸也来了呀 完了 脸也来咯 就剩两个条件咯 嘿 先满足 先满足脸吧 真的吗 可是刀也不容易呀 你满足脸吧 肯定是 那好吧 再来 哦 果然没有刀 再来再来 哦 没有没有 好那就是我们非常危险的 但是有惊无险的守下来了 你靠你的守存优势把它守住了 是的 游戏呢 就会这样继续进行下去 直到桌面上的所有城市牌被玩家刮分掉为止 然后那个时候呢 分数总分最高的玩家就会获胜了 那接下来呢 猪油怪很有可能去攻打另一张紫色的牌 因为紫色一共就两张 那当一个玩家他成功收集到某一个颜色的全部牌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把这个颜色的全部的牌正面朝下扣在自己面前 因为扣放了 所以这两个城市呢就完全的安全了 别的玩家也不能攻打了 我们最后呢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些城市卡 这里面不同颜色的城市卡呢 其实各有特点了 那像刚才我们这个紫色 它其实是这里面比较高分的城市卡 那像这边的绿色呢 它只有一张 所以大家如果打下来这个的话 它就永远属于你了 那现在这边的话是比较低分的卡牌 他们的攻打难度就相对来说低一点 所以呢给了玩家不同的一些策略的选择 那我觉得这个游戏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呢 就是说当一个玩家 他攻占了某一个城池的时候 其他玩家还是有机会再去攻打那些城池的 是的 就不像大富翁里头 假如有一个玩家他有木板街 然后还建了房的话 其他玩家就没有办法 每次去一定得给钱 确实 但据说好像木板街也不是最厉害的 我觉得每次木板街一旦建了房 就真的很夸张 可以吧 反正这个游戏的话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那个紫色的分数最高 那个其实相当于是木板街了 就算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那在我把它正式的扣过来之前 大家都会去挣住它 对吧 给大家一些机会 至少是 那战锅时代 这个游戏的话 它是一个2到6人的一个比较轻松的 也是更多是拼运器的一个小游戏 但它同时呢 还是给玩家提供了一些 这个很有趣的这个策略选择 那还有一点猪油怪必须得提一下 就是这个骰子 猪油怪非常喜欢这边的这个骰子 或者叫头子 那它的这个颜色 然后包括手感 这个质感 然后就把它上面每一个这个面的 这个自定义的这个面 都呢 非常跟它这个画风都非常统一 所以我就是非常的满意 那战锅时代 这个游戏非常推荐给大家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猪油推荐 如果你喜欢大富翁 这一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那今天猪油怪还是非常满意 我们今天推荐了三款游戏的 因为我个人 我本人啊 其实玩了很多很多遍大富翁 但是到了某一个时间点呢 我突然觉得这游戏 我玩的实在是够了 就不选择玩了 然后这三个游戏的话呢 都是大富翁这个游戏的 完美的一个备选 就是屏幕前的您呢 不管是把它当做 亲子游戏也好 把它当做这个 去猪油巴和朋友一起的 这个选择也好 或者是这个回忆童年也好 那这三款游戏的话 我们都非常推荐大家去尝试一下 那另外的话 还有这么一个游戏 叫做投资机 那这个游戏的玩法呢 也是置骰子 然后赚钱 然后你可以升级自己的房屋 这种玩法 那为什么它不上榜呢 对 但是呢 这个游戏它这个元素 稍微多了一点点 所以我怕大家就是一上来去 就是有点不太适应吧 那大家如果愿意去 稍微花点时间去研究的话呢 这个游戏也是完全不会输给 我们前面介绍这三款游戏的 嗯 它就做一个 是的 那明天同一时间呢 猪油怪小鹿 还是在这里跟大家去讨论 另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游戏 然后这个游戏的话 几乎是我们国家 过去十年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猪油两个字的代名词了 那就是狼人杀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明天一定不要错过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喽 拜拜